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今天陸海又漲停 那139% 持續的繼續的維持 它的一個康莊大道 繼續向前走 態勢完全沒有改變 這就是我常常講說 股票操作 你如果很在乎 在乎的短線的一個 我們常常講的小波小浪 你真的賺不到大波浪的錢 一個大趨勢的錢 你很難拿到 所以你不能說我常常 很多人常常就是 我曾經買過那一檔 可是後來因為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先賣了 那如果我沒賣的話 我已經賺了100% 賺了多少% 那我當初買了多少張 那現在的話我應該已經賺了幾百萬 我們不要一直去回顧過去 如果怎麼樣 那我已經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就是你什麼都沒拿到 你不覺得那種是很痛苦的嗎 我認為在台北股市操作 不要看短線的東西 就像我講走正圖 做股票 做股票應該要有的規矩 照的規矩來做 該你賺的 你絕對賺得到 那如果你太在乎短線的 一天兩天 或者是一個禮拜的修正 我跟各位報告 你未來會失去 會沒有掌握到的 可能是多少 可能100% 你資金可能已經要翻倍的機會 結果你把它放掉了 我常常講 我做一檔股票要準備啟動的錢 準備啟漲正式展開大波段啟漲錢 那個區塊是最容易出現 所謂的一個主力 做手在裡面上下起手 就是無非就是 希望多吃一點籌碼 那它要多吃一點籌碼 代表它要散戶 多賣一些東西出來 那要叫散戶賣 那就是殺 我讓散戶看到連續三根的黑K 你賣不賣 所以當一般人把它賣掉之後 股價居然你賣在起漲的位置 所以做股票最關鍵的就是在主底的階段 尤其主底進入尾聲的時候 準備正式啟動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把它看清楚 然後提前把資金投注下去 然後一個趨勢賺上去之後 像陸海已經到今天又漲低139% 來 今天已經到23塊9 從10塊錢到今天已經23塊9 又漲停索 後來我跟各位公佈之後 我就跟各位報告了 我說陸海漲 你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漲 我就告訴各位了 其實陸海它是真正完全沒有漲到的 風力概念股 有沒有 它是完全完全被市場忽略到的一個好股票 它跟世紀鋼合之成立的世紀重工 世紀鋼已經反映過 它的股價真的已經反映過了 所謂的一個風電概念 那我跟世紀鋼合作 合作什麼呢 世紀重工這家公司 那主要在風電設備 在內陸港邊跟海上的吊裝運輸工作 然後我自己本身我又轉投資的家運重機械 為什麼要負責什麼 風電的機構件 風電的機構件是陸上運輸 這個東西 風電的機構件通常是尺寸 絕對不是一般你說一般陸運的 運輸公司就可以做得到的 做不來的 所以能夠拿到這一塊 這一塊利益的 基本上我認為幾乎是可以講幾乎是獨懶的 然後它本身有風電電力的轉投資公司好幾家 那它自己又拿下什麼 風電機構 機構件的什麼 運送至離岸的海運業務 所以陸運 然後陸運到離岸 那海上的吊裝它全部都有了 非常完整的一個佈局 那這些東西都會未來 逐步逐步的反映在未來的財報數字上面 那問題是我難道股票是要等到財報數字 全部都攤開來了 太漂亮的時候才開始漲嗎 不是 一定先漲 股票一定先動 所以我說你最後最後 當你看到我們一檔股票可以漲139%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的是什麼 你要思考的是 一個團隊 一個研究團隊 到底有沒有真的針對所有上市櫃公司 找尋有機會的 你真的 你沒有去真的去了解這家公司 你不會知道很多是細節的 一家公司轉投資 轉投資 轉投資什麼公司 那負責什麼業務 這個是 這是一個研究部門 你說專業度還是 就是所謂的一個 我認為不只是專業 你說專業 研究部門哪一個 研究部門不專業 我認為他已經牽扯到你這個研究部門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在運作 每一家 投庫公司 券商 外資機構 投信法人 都一樣 都有研究部門 但問題是 真的有在運作嗎 那個運作是你真的實際有去 你真的有去進一步了解 去針對 上次一櫃公司的產業 去做了解 而不是 我看外資出什麼報告 我看外資出什麼報告 我看哪一家的同業 出了什麼報告 我看哪一家的同業 我看哪一家的同業 出了什麼報告 我就把它修改一下 變成我們的報告 這個叫運作嗎 真的研究機構 真的研究團隊 運作是 你真的有去跑公司 你真的有去進一步了解 你真的有去深入研究 把我們認為 不太尋常的公司 我們會針對它 提前先去做進一步了解 你沒有了解 你怎麼敢帶客戶去操作 你沒有未來的它的題材 你沒有掌握它未來的 財報數字可能的落點分析 你怎麼能夠去評估 現在股價合不合理 你怎麼敢帶客戶去做提前布局 所以這每一個 這是環環相扣的 不是股票操作 沒有一絲一毫的僥倖 你知道嗎 你有事前先付出 你才有未來的 驚人的 或者是讓人家經驗的 大幅度的獲利 所以陸海 現在市場上 誰不認識陸海 那問題是 我們在買的時候呢 誰認識陸海 誰知道陸海 對不對 股票永遠是這樣 漲上去之後 人人都認識了啦 來 當時我也是折起來嘛 我跟你說 你看有股票上來的 而且上來之前呢 這是周縣喔 有沒有 有大 這邊有量 有大量在這邊進場吃貨 這個就是我講的 準備啟動之前的 上下起伏震盪 就是我們所謂的主底區啊 那個地方就是主力大戶 他們想要多吃一點貨的階段 在那個階段裡面呢 尤其會讓你常常看到 你看你以為他要漲了 他又給你拉回來 你以為他好像下去變弱勢骨了 他又上來了 這個主底 那主底的目的呢 就是要大戶 或者主力也好 或者是 事前提前佈局的這些 知道未來公司題材這些人 特定人 他要多吸那些籌碼的位階 而這個位階 就是我們散戶應該去買的位置 可是普遍來說 卻是散戶 最有可能賣掉的地方 所以股票操作其實各個層面都是很專業的 從進場的位置 主底區 到10月5號我正式公開 我正式公開的時候已經拉開成本嘛 我們才能公開嘛 對不對 這樣才公平 好啦 那你看我公開之後 你說啊這漲多了 你覺得這漲多了嗎 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這樣漲多的話 10月8號又漲停 41% 回到週限你看 對不對 從我給你暗示 你看有股票剛上來 然後又上來 上來之後又拉長紅 12號又漲停 已經15塊多 從10塊到15塊多 52% 我就告訴各位 散戶要專注於趨勢操作 不要沉迷在短線的頻繁交易 目前市場上有多少人 就像我講的95%以上的投資朋友 都是沉迷在短線的頻繁交易 短線的頻繁交易 對 縱使你偶爾賺到錢 賺到價差 當沖隔日沖什麼沖 隨便你沖 賺到價差 你或許當下很開心 可是你未來回頭一看 其實你在台北股市 這樣的頻繁交易 沉迷於短線交易的過程中 5年10年之後 你財富並沒有增加 你曾經做到短線價差的那個標的 如果當時你不是做價差 你回頭一看 你少賺100% 那個當下你就應該思考 檢討 我的做法 我們這樣沉迷於短線交易 對還是不對了嗎 你白白地把一檔趨勢波段 要漲倍數的股票 能夠讓你翻倍 資金翻倍 財富翻升的股票 你把它賣掉 只為了賺了5% 賺3%你就走了 結果 一個波段可能漲200% 漲兩倍 甚至更多 這種事件在台北股市散戶朋友身上 層出不窮 可是一般人都不會去想 我如果改變做法 如果我逮到這種好股票 我就一路抱到底就好啦 可是問題是你們就是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專注於小波小浪 連續兩天黑K 就認為完蛋了天下 世界末日一樣 有沒有 連續拉個紅K 就覺得這個股票非常棒 賺到了趕快又走 那到底你要的是什麼 股票操作不是純迷於那個短線交易的 那個沒有辦法的 以長線來看 股票交易我講過了 就好比龜兔賽跑一樣 股票市場就像龜兔賽跑 我們比的不是誰 跑得快 而是誰能夠最後最後走到最遠 走最久啊 那你們能夠理解這個概念嗎 能夠從頭開始穩扎穩打的人 才能夠走到最後 10月13號告訴你 8月單月就0.21了嘛 我上半年虧0.26 可是我8月一個月就要0.21了 那代表這家公司怎麼樣 不一樣了嘛 當你知道不一樣的時候 已經漲7成啦 所以我們在這邊買進主底區買的時候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又漲平 73% 三個禮拜 要走正確的路 我們在買的時候很孤獨啦 因為當時市場上 我們在買的時候 9月中下旬的時候 在買的時候 市場在講什麼 市場每一個分析師 你只要打開電子機都是什麼 都是 太陽能 對不對 都是貌敵 都是什麼 元金 太極 太陽能的股票嘛 對不對 可是你看現在 全市場最強的 只剩一檔股票了 陸海 139% 你懂我意思了嗎 買的時候 你會有點孤獨 可是你心裡明白 你自己在做什麼 你心裡明白 你未來會拿到什麼 對不對 80% 還不夠 陸海 又創新高 21號又漲停 98% 10月22號又漲停 你的100萬變200萬 200萬變400萬 300萬變600萬了 22號禮拜四 漲停 117% 23號禮拜五 又漲停 禮拜五 今天陸海 再度亮燈漲停 在股票市場 不是誰聰明就能賺大錢 而是誰真正腳踏實地走正途 找到有潛力的好公司 底部足底的時候提前買進 所以我要投資朋友 我要我的客戶 你要相信 在這個人世間 冥冥之中 各行各業 只要你走正途 好運財運自然通通來 好運財運不是用強求的 你怎麼強求也求不來啊 那你要的好運 你要的財運 是你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踏踏實實地去做來 做最後得到的 股票市場就是如此 其實股票市場跟一般我們的人生 基本上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股票市場其實反應就是人生 冥冥之中很多事情就注定好了 可是問題是 最後誰能夠走到終點 而且財富翻身翻倍翻好幾倍 誰 那種人從頭開始 他就是走自己的路 他不會跟著人群跑 他走自己的路 而且他知道我走自己的路 不是亂做 我不是亂走 我不是每天自己去衝來衝一下 那裡殺一下 這裡買一下 那裡追一下 不是 他走自己的路 而且是照著規矩走 股票市場 本來就是找一家好公司 股票股價被嚴重低估 然後股價進入主底區 我們開始去買進 進行一個長期的 中長線的波段 大波段的操作獲利 股票本來就應該這樣做的 這叫規矩的最正規的做法 可是後來呢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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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你會發現不對 怎麼全市場超過95%以上的人 都在做短線 當沖一下 隔日沖一下 怎麼會這樣子 對不對 連主管機關還鼓勵你這樣做 當沖 對不對 我鼓勵你們做 還降稅 如果只是為了成交量量放大 叫投資朋友去做學習做當沖隔日沖 我覺得不對 你把一個正規的做法 讓投資朋友把他們引導到 你們去做短線 這樣的交易手續成本 比較低喔 可是賠的呢 比較多喔 原本你是那個少數的5% 願意中長線 我在底部區買股票 這種投資朋友 你可能是對的 你會賺大錢 結果呢 你被市場 很多分析師引導你 我們這裡賺了價差 那裡賺了價差 你看我的會員都大賺了 你覺得是這樣子嗎 事實上當然不是 只有走正途的人啊 他才是最後能夠走得又長又久的人 最後財富真的累積起來的人 他是靠著這樣子實實在在做的人啊 今天十六十六號又漲停 再創破斷新高 我說我業展我沒有比你聰明啊 電視機前面投資朋友 你們比我聰明的 學歷可能比我還高的 大有人在 對不對 可是 我在做什麼 我只是帶我的會員 走我們該走的啦 腳踏實地去走正途嘛 股票市場就是如此啦 你在一檔股票主底區 這裡有人拉高進貨 進貨之後洗籌碼 人家在進貨的時候 最後主底階段 我代客戶去買 因為我知道 我們掌握的是什麼 人家在進貨的時候 有沒有 你就應該要知道這些事情了 人家在進貨的時候 你研究團隊就應該要趕快出動 去了解為什麼有人要進貨了 所以因為你都知道了 所以他在回來洗籌碼的時候 你會進場買進 懂了嗎 所以未來財報數字 一個一個反應之後 股票就上去了嘛 所以我說這139% 實實在在的真實的得到 而且還沒結束 這139%還沒結束 未來難以預測 那我建議各位步入化繁為簡 凡事你要走正途 好運財運通通不請自來 無需強求啊 這139%而且還沒結束 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這個只是我們做過的波段標的裡面 其中一檔耶 不是說我們就這一檔 這三個月來做了什麼 所有的波段標的 這個是光耀 從一開始跟你預估有沒有 光耀你看 是不是一樣 又一檔 這樣多少 128% 這是光耀 所以你以為只有陸海嗎 我現在所講的這些標的 都是最近這三個月內的標的 我不會跟你講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講不完了 延通 你看延通 120% 你每一檔都從底部區 主底區開始買進 然後到最近你看 這什麼 印太 不要跟著人群跑 你走自己的路 已經上來了 主底8週之後進場 你看現在 已經50幾%了 我沒有修改 今天又創高嘛 今天盤中又創高 已經50多%了 我們就這樣 先這樣子就好 到上禮拜50%了 立青 有沒有 我給你 提醒你 有股票偷偷上來了 有沒有 主底19週後上來的股票 偷偷上來了 10月22號禮拜四漲停 上禮拜五又漲停 走正途 你要的好運 財運 通通自然來 你不用去強求的 你怎麼做 你就得到什麼 你看這樣上來 已經58%了 這樣就58%了 然後呢 你先來注意一下 來 我們要把好股票先找到 先找到的時候 等它有拉回 等它在主底的時候 找機會先去買 而不是等到它已經 人家進貨都完畢了 真的要啟動上去 你才說我要去追 來不及了 我喜歡帶你們先買 這個標的長期修正 這麼久 這麼久 這麼久之後 有人進貨 進貨之後 開著主底 最後主底 最後主底之後呢 墊高 再壓回 一個買點在這裡 再壓回買點在這裡 各位 你現在進場買進 就是什麼 底部區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因為市場供需失衡 供需失衡 產能滿載 而且它是 它這家公司 是全台灣唯一 唯一這個產品 供需失衡的 唯一受惠廠商 售價持續調高 產能滿載 大家都在追產能 那怎麼辦 那我調高售價 它是全台灣唯一一家 你沒有第二家 唯一受惠的 所以你要買買這一種 唯一的 這個 未來你看到財報輸出 會很漂亮 現在要趕快買 否則人家幹嘛進貨 懂了嗎 進貨 然後吸籌碼 這樣準備上去了 現在買就是底部區 主體二十週 這目前是低價股喔 現在買跟當時的陸海一樣 低價股喔 現在買這個就對了 那這樣的標的 如果你覺得你認同我們的做法 你覺得可以接受 這個標的 趕快撥電話 我們來買這個標的 最新標的 我們等一下就回到節目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抢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Kitao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所以我说股票这种东西 你不要看一两天 会很可惜 记不记得这个标的 一个多月前跟你讲了 几个礼拜前而已 2426顶元 当初该跟你讲的 我都跟你讲了 其实重点就是什么 你要看一代公司的 未来的数字 未来数字持续的好 股价终究要反应 如果当下它的股价 在主地区根本还没有反应 它是在一个价格 低估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就是针对它 提前在主地区买进 然后进行什么 波段操作 那波段格局里面 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一些风风雨雨的地方 压回修正 震荡整理 都是一个破断格局里面 必然发生的 那问题是 你如果很在意那个东西 就像我讲的 一条那么宽敞的康庄大道 让你去走 结果呢 走了两三步之后 一个小石头放在你前面 你说糟糕 有个小石头 算了不要走了 拿开当作没看到 都可以就跨过去就好了嘛 波段操作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很在意那么一颗小石头 那整条路 你康庄大道 你走不到终点 所以 8月13号 跟你正式公开 8月14号 就一路上去 有没有 从主地区开始 有没有 是不是刚上来 要价值低估嘛 对不对 8月24 825 有没有 第一阶段拉了30% 然后呢 然后呢 休息了几周 他今天也没大涨 一样是涨 重点是什么 你回到周线去看 从哪里开始的 从这里开始的嘛 上去之后 他休息 那这个休息 很多人以为完蛋了 对不对 我就说过了 一个康庄大道 你穿到一个石头 你就不敢走了 不对 这一根黑黑之后呢 我们还有带客户 电话通知 赶快再去买 因为根本就只是刚开始而已 你知道吗 到上礼拜开始 其实你看哦 其实他又创高了 是不是 他又创高了 这里有一次机会买 上去之后 他休息一下 再给你买一次 又创高了 那未来会怎么样 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我常常讲的 周线啊 遇到前高 你就要尊重他一下 所以他就是一个 第一波攻击上去 遇到前高 你尊重他一下嘛 尊重完之后 你看这里有没有亮 根本没有亮 你根本没有亮 压缩到最后 小红K给你 你还不进场 又上来了 懂了吗 那尊重一次之后呢 就过高了嘛 那如果再补量呢 又创高了嘛 这是顶元 所以你觉得我们顶元 赚30%就够吗 怎么可能 有没有 遇到小风小浪之后呢 你给他休息 后来加码再上去 这礼拜又创高了 这是顶元 我要从顶元的例子 再让各位了解 其实每一档股票就是如此 你不要看一两天 你看一两天 真的你会错失 很多很多的大机会 在股票市场 不要跟着人群走 你要确定 你这样子做 是不是对的 你挑的标的 是不是对的 你现在不知道买什么的 但是你想要买股票 那有一档低价股 可以买 现在买 就是买在底部区 而且他的题材 我可以讲 他的题材 严格来讲 真的也不输入海 真的也不输入海 所以呢 台湾唯一就是他受贿 在整个 这个产品 我不能讲什么产品 这个产品 目前市场的供给跟需求 大概缺口达到三成以上 一直跟他要东西 要产能 他就给不出来 那怎么办 那我涨价 一涨价 未来直接反映在财报上面 而且大家还在追产人 台湾就他这一家 那你说怎么办 主题完 这一个买点 店高再来买一次 你要不要买 我提醒各位 这档标的 如果有兴趣的 赶快来做动作了 我们尽管 我们明天再回到节目现场 拜拜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